作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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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讓文化傳承再透過紀錄 透過典藏 透過日曆來宣揚 這個是我們很好的一個創意 也帶動我們宜蘭的一個文化發展領域 持續的在進步 這是我們設計的文化 《孟婦納》就是以明年的生效圖 用狗為一個主題來設計 在它的身上有背著一個圓寶 就是象徵日狗嘛 狗年然後可以帶來的財富 然後在它身上有一些花紋 像是牡丹 劉腾還有一些古典 代表的吉祥跟戶櫃 在背景的部分 我融入的是 伊朗的縣術 就是台灣軟術 然後因為台灣軟術 它用四色素子稱 就是它本身在一年四季 有非常多的樣貌 就是綠麵 黃色花朵 紅色的包裹 就是一個非常鮮豔 非常有活力的樣子 然後象徵的生命 在一年四季也會不斷更低 就是一個很有活力的象徵 所以就希望在明年這個冬天 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影像 有一個很大的影像 當年有幾代青條的時候 也是在我們關的聽筆 聖宅基隱 以前做產人的 是半年的 沒有多少人 如果是在炒肉的油鍋 我會拜託這些人來生 所以當年消耗後 他們才肚子 也會肚子 所以當年來 經常用牛肌的特色 我們帝君廟在大宇設施旁邊 我還有一個十三帝君生 還有一個春季大廟 以前日本時代是 大家騎中在我們大宇 現在的現隆所 咖喱紅 這是文化資產 還有一個鐵公園 以前鐵公園很少 大宇設施地方狹小 主要一個大宇設施 一些古早味 大宇設施啦 魚丸 古德設施原本都是一個地田 難怪我都不慘啦 所以他以前造就了 很多養鴨人家 因為時代進步 社會的變遷 所以現在養鴨人家幾乎沒有 但已經演化成說 有一些養殖啦 或者是我們的 特有的一些榮譽 社區日立製作的過程中 我們發覺到我們社區有很多的人文 還有一些傳染記憶 很自動我們去探查 尤其是由 安民養殖屋 總之這麼有很多養殖屋 但四養殖屋的東京 我們有很多提醒 一塊錢 又一塊錢 這當中是 每天都都是四養殖屋 所以我們專門四養殖屋 這個從早期開發的很少 它是整個羅東鐵壹路的文藝盛市 由各個集團 學校 社團 社區 里 這些來組成 已經整理過了十六年啦 宜蘭花酒社區 那今年 可以做每年的 一空七年的發展 六十年前的時代 都不少一行中的 標誌 跟發展進來 都讓人平安福 到百萬元 求大家平安順序 其商社區 從以前開始到現在 就是一個農業的社會 透過整個社區的營造 現在漸漸走向開始進步的成長 從今年出我們的長青食堂 志工的招募 到現在開始在上課 在明年 我們將開始參與 社區域長照 然後再加上 太陽能光電計劃 期許在未來的七張 能夠蓬勃地發展 人多 車多 美食多 風山 舞舞 亂變多 位於神農商圈的父親裡 1990年 由兩千餘戶的建軍旅 播放出來 當時 社區裡面 有一個 復興廣播電台 我們的復興禮 就是這樣產生的 這次社區 是一個文化 最豐富的社區 他的資產 歷史 要求 他的文化 集散 是非常多 最豐富的 在選擇十月份的時候 是因為 下午社區的一個 地理環境 那下午社區 早期他們的生活 是一個 動態 就是那個 資地 早期的一個農業生活 其實是很恐怖的 在現場裡面有展現 他們早期的那些 阿波純 還有土耳的工具 一直到農業 漁業 然後到後面 很可愛的一個 林屬活動 是搶工活動 2018的十月份 在百里社區 這是經過 所有 百里社區的 大街的基礎 我們的會議 跟我們的理念 就是我們的 相片 有商品 文字 讓我們的理長 共同來編輯 現在 這個成果 是先給大家 我也有 地方的名字 有高中的名字 請大家吃 交際的偵陽社區 是在我們的 交際鄉18村裡面 算是居民最多的 一個 一個村 因為它是商業中心 就快速的發展 所以我們社區 就會意識到 對整個居民的生活 是不是要很重視 透過一些 跟其他公司的 各種 在地的一些文化 觀景點 任務 景觀的 神秘神經典 這樣的一個 社區服務的製作 社區 入地成果 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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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